多奇卡尔今天反倒是作为一个箭头 他实际是虚拟的箭头 箭头还是巴索哥 哎呦 球进了 巴索哥在比赛进入到第五分钟的时候 一脚爆射打在横梁上弹进了球门 我们看这次非常明显 江伟鹏和他的一对一完全被打败了 这个没有办法 也不敢上 后边也没有人 其实两名中卫和门将的配合 这球确实也有一点点问题 哎呦 危险 打门 球划门而过 这种音伤缺阵呢 对这种后卫线呢 影响非常大 因为它是个中后卫力 拉马应该上这种在两条线之间活动 在对手的这种后卫线 和这种前卫线之间的这种空缸间活动 这种对方的进攻要赶抢啊 抢完之后才有反击的机会 哎呦 在这个位置打门非常的危险 多吉卡尔 这条射门稍稍偏了一些 回归他这个老的这个熟悉的位置上 熟悉的方式上 我们看 他现在就是 哦 这个多了 对 这个非常多 这让韩光辉很难受 是 确实也是 又是这样的 哎 2比0了 又是这样 一模一样 对 巴索哥利用后防线上的漏洞 直接单刀直入将球打进 这个传球传得多棒了 太棒了 哦 这是精心设计的 我们看反击那个第一点 几个球都是找这个多吉卡尔 嗯 完了是由多吉卡尔去送这个 是 送这球 哎 就是我们说巴索哥放松啊 你看他这个脚的变化 整个脚弯甩的 这下还蛮合理的 哎 哎